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以赛亚书第58章 主题是神所拣选的进食 本章有14节可以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1至12节 点出以色列人虚伪的进食 阐明进食应该的样子 以及神的应许 第二部分13至14节 指出守安息日的原则 以及神的应许 我们教会年初有21天进食活动 每周都有主日聚会 我们很多人都参加了 现在我们通过本章的学习 来检验自己是否有正确的进食 及正确的守安息日 第一部分 第一节 你要大声喊叫 可止息 扬起声来 好像吹脚 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 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 按照律法 每年七月初一所守的安息日 和洗年七月初十的赎罪日 都要吹脚 这里 神让先知以赛亚大声发出警告 好像吹脚 指明以色列的过犯 就是与安息日和赎罪日 有关的进食和安息 神让先知指出以色列百姓的过犯 也是为了让以色列百姓悔拐 第二至五节 是百姓过犯和罪恶的证据 第二节 他们天天寻求我 乐意明白我的道 好像行义的国民 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 向我求问公义的叛语 喜悦亲近神 表面上看 以色列百姓好像行义的国民 然而第三节 立刻让我们看出 百姓一切行为的动机 只不过是想换取某种现实的利益 一旦他们的进食 得不到预期的结果 就会埋怨神 为何不看见 为何不理会 神用两个看纳来回应他们 原文第四节开头也有一个看纳 以色列百姓在进食的时候都做了什么呢 一 你们进食的日子仍求利益 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 原文是你们进食的日子仍寻求自己的喜乐 勒逼为你们工作的人 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 法老的都工是同一个词 人在利益面前最诚实 神固然不能得罪 利益也万万不可受损 所以他们自己按照律法 什么工都不可做 对待别人 却像都工的法老 二 你们进食却互相征进 以凶恶的拳头打人 人在肉体面前最诚实 食物固然可以不吃 亏也绝不能吃 所以他们一面用进食取悦神 一面对人 雅兹必报 资诸必叫 苛责论断 鉴于以色列百姓所行的 神对他们的进食做了宣告 你们今日进食 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 因为他们完全没有把神放在眼里 敬前的目的只是为了操纵神 他们虔诚的外表就像垂着头的尾姿 里面并没有痛悔谦卑和刻苦己心 只是流于形式的表演和自欺 这种进食只是以人的利益为中心 并非以神的心意为中心 所以不可称为进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 那么什么样的进食是神所拣选的呢 经文六至七节给出了答案 第一是使自己和他人得自由 即要松开凶恶的绳 解下恶上的锁 使被欺压的得自由 折断一切的恶 第二是刻苦己心 使自己和他人得饱足和丰富 这里看似和进食相矛盾 我在进食怎能得饱足呢 其实神所拣选的进食 表面看是缺乏 实际是丰富 表面吃了亏 实际却得了益处 因为凡是我们照着神的旨意所放弃的 神都会用他自己来代替 神不仅会丰富我们 更要丰富所有的 因此这里教导我们 要把饼分给饥饿的人 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 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 不蓄自己的骨肉 如果我们在进食中 使自己和他人得自由 我们可以得到第八至九节中 所记得如下应许 我们的光将如生命之光 如早晨的光 不但照亮自己 也能照亮别人 照亮世界 我们的灵性也会尽快恢复 神也必与我们同行 神也必回应我们的呼求 如果我们在进食中可以刻苦 己心 使自己和他人得饱足和丰富 我们可以得到十至十二节中 所记得应许 记成为黑暗中的光 得到神及时的引导和供应 拥有活水源泉 并且可以让自己和他人重建安息 第十三至十四节 紧随着进食的部分 神给出了关于安息日的原则和应许 赎罪日的进食与安息是不可分割的 正如历位纪二十三章三十二节所记载的 百姓要守这日为圣安息日 并要刻苦己心 第十三节 神所说的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 可以译为在安息日谨慎你的脚步 也可以译为禁止自己的脚践踏安息日 是说安息不等于随心所欲的娱乐休息 而是照着神的意思安息 如何是照着神的意思安息 这里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 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 第一个喜乐 原文与利益思意是同一个词 意思是喜悦的事 第二个喜乐 原文的自根就是以耶和华为乐的乐 意思是华美精致优雅 所以安息日不是让人高兴就好 而是让人以耶和华为乐 在神里面找到最好的喜乐 那又如何做到以耶和华为乐呢 我们要尊敬神的安息日 在安息日不办自己的私事 不随自己的私意 不说自己的私话 也可以意为 不走自己的道路 不求自己的喜悦 也不随意说话 其实就是拒绝自己 而专注向神 若我们可以按照耶和华所定的原则 守安息日 神必应许我们成价地的高处 又以雅各的产业养育我们 成价地的高处 比于超越地上的一切难处 享受得胜的生活 以你足雅各的产业养育你 比于得着神所应许的饱足和丰富 我一想我自己参加教会 二十一天进食祷告时的情形 实在是没有行出神所拣选的进食 自己当时所选的进食时间 就是自己平时为了瘦身而结识的时间 其间并没有更多的思想神 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 使自己自由和刻苦己心 现在让我们回顾本章 神对我们的教导 一、进食要使自己和他人得自由 也使自己刻苦己心 使自己和他人得饱足丰盛 如果我们行神所拣选的进食 神就使我们成为生命之光 恢复我们的灵性 与我们同行 回应我们的呼求 提供及时的引导和供应 让我们拥有活水泉源 不仅自己可以 还能帮助他人重建安息 三、在安息日要拒绝自己 而以耶和华为乐 四、如果我们可以按照神所定的原则 守安息日 神应许我们胜过一切难处 享受得胜的生活 得到神所应许的饱足和丰富 让我们一起祷告 感谢赞美神 感谢神让我们通过本章 明白您所拣选的进食和守安息日的原则 以及您给我们相应的应许 求您让我们刻苦己心拒绝自己 以耶和华为乐 正确的进食和守安息日 享受得胜的生活 得到神所应许的饱足和丰富 以上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我们